金融市政府举办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 卡斯超强 民众询问锁票热烈 为了避免民众产生纠纷 各区将规划动线方便民众取票 我们在7号上午11点钟的时候 只会在我们基隆各区 就是7区的区公所来进行锁票的一个动作 那为了避免民众在排队的时候 产生后续的纠纷 我们会规划有两处的一个锁票区 每一个区公所都是这样子秉照办理 那第一区就是所谓的站立摇滚区 它是属于站票的部分 但是它与舞台与明星是相当接近的 那也非常适合说年轻有体力的年轻朋友 一起来这边来锁票 那另外一区就是所谓的座位区 那它也是同样可以感受到现场 临场的那种氛围 那同时呢 它也有座位的部分 可以在可以用坐的方式来体验 这个演唱会还有演出的一个氛围 12月7号将在各区公所开放取票之外 市政府规划500张 每一张售价1200元的一卖票 全而回馈给基隆伊甸基金会 响应社会公益 有些外线市民众也有可能会想要来参与 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不想要透过排队的方式 那我们就有这个所谓的易卖票的一个窗口 我们目前规划总共会有500张的易卖票 那每一张的售价是为新台币1200元 那它的内容就是摇滚战利区的部分 那到时候呢这笔金额会全全的回馈给我们基隆伊甸基金会 来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我们的社会公益 市府首次举办严重演唱会 还没有开放锁票 就有民众担心抢不到票 市长谢国良说 正在协调户外的场地进行实况转播 感谢大家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的反应很热烈 所以我们一直有在想要如何更努力强化这个中间 首先希望让这个发放的这个票物整个是要公开透明 第二我们也会有线上串流的方案 那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在现场欣赏 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平板 甚至在家里的电视欣赏 那我们现在也在跟包括智威在讨论 能不能够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户外的方案等等 那如果能够顺利有的话也会跟大家来报告 所谓户外方案就是再从把现场的转播 转到基隆市的某一个广场 那或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更多的人来这个欣赏 不过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基隆的东北季风 从冬天下雨的几率就是90% 这才是我们考量到同种情况 想办一个这个室内的晚会 那我很高兴晚会是热 但是让民众可能有锁不到票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会尽力在串流的方案跟可能的室外方案 尽量把这个方案做到最好 那如果反应的很好 也许明年在夏天我们也可以再办一些户外的演唱会 让一样有这样子卡丝能力的明星 在夏天来的话就可以是一个户外的方案 我们会继续努力精进我们的方案 让他做得更好 这个真的属于年轻人偏爱吧 对 算年轻人就以往比以往的好很多 就比较会让年轻人想去看 因为你票再多都不够 说句真的 那如果说知道时间的人尽量自己去拍 那如果没有的话看外面有没有转播 那里面可能就没办法了 山府强调演唱会座位总数6143席 每区发放680张 因为活动场地在市立体育馆 将提供560张给信息区20间礼办公室 另外若各区最后有剩余没有发完的票 将集中送到市府发放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